实际上他拿这么多高薪的话 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是一个犯罪问题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岳哥 感谢新老朋友们的观看关注 特别是感恩会员的大力支持 继续来看一看司马南 在中国的舆论场 其实大家知道 一个所谓的热门事件 大概七八天 怎么样十天也就过去了 但是司马南抓住柳传志 抓住联想不放 基本上一个月还看不到事件的镜头 现在您可以看到 司马南有了一个非常强势的 口才极好的助手 遥相呼应 而另外一边像柳传志那一边 胡舒立的老东家 也站出来发声 开口长闭口短 把刘鹤摆上了台面 所以真的是一幕接着一幕 官方媒体现在也是迟迟 就是不表态 所以这个背后 是不是真的有很深的政治玄机呢 首先我就给朋友们做一个汇总 看看事情发展到哪一步了 总的来看左右物互搏 态势很明显 双方都想着把对方置之于死地 第一个最新的事件 就是在12月5日 财经杂志 中国非常著名的一本经济类的杂志 刊出了社评 标题是 提振企业家信心 挖历史旧账之风 不可掌 虽然没有点司马南的名字 但是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司马南的 这篇文章大概就是一千字左右 反反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的论据 就是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刘鹤就强调 中国搞共同富裕 是不搞杀富济贫 也不搞杀富治平的 财经杂志文章的点睛之笔 是这么一句 在国企改制和产权改革早已尘埃落定 国有资本监管和经营的主管部门 已经依法运行多年的当下 重新炒作国企改制和产权改革的 所谓历史问题 无异于缴咒一池春水 并有混水墨鱼之嫌 财经的这个观点很耳熟 此前胡锡进就是说 司马南的连番的追问 很有可能会吓坏中国的企业家 结果胡锡进把文章看出来之后 他的社交平台上的粉丝 几万十几万的减少 吓得胡锡进马上变脸 又要求联想的高层 要降低自己的收入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财经杂志的文章并没有太多的心意 只是把胡锡进的话 换了一个方式说出来 同时把刘鹤高高的捧起 财经杂志那非常有名了 胡舒丽女是创办的 尽管她早就离开了 但是人脉影响力其实都还在 所以现在接下去的一部财新杂志 会不会亮出一个旗帜鲜明的文章呢 目前反正是还没有看到 第二个最新的情况 那就是秦硕 中国知名的媒体人 在知识分子界的 威望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位人物 12月6日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又放出了一篇文章来声讨司马南 这个是差不多一周之内 她第二篇文章了 而且根据秦硕自己的说法 她现在是因为生病做了一个小手术 还躺在病床上 身体弱到这个程度 还要写一篇八千字的文章 那也确实不容易 八千多个字 最核心的一句话 就是司马南所反映的联想的情况 中间其实涉及到很多专业的问题 如同业比较 以及选择怎样的指标 与管理层的薪酬数量和薪酬结构挂钩等等 这个是秦硕的说法 而且秦硕在这个专业问题带完之后 就是强调 我们可以把民意通过法治化的渠道 导入公司治理 但不应该由社交媒体上的声音来裁决 如果是这样的裁决方式 那真的就是流量为王了 所以秦硕现在是病中 但是她都不敢闲着 要写八千字的文章 秦硕一周之内 上一篇文章标题是关于联想的联想 这篇文章再联想关于共同富裕和市场经济 第一篇文章在不到是四小时之内 司马南就进行了一个回应和反驳 所以第二篇文章 我感觉司马南反驳的文章已经在路上了 以上说的是柳传志那边的动作 司马南这边乡也没有闲着 司马南永远不会觉得寄聊 有一位当红的网红大V站出来和司马南 遥相呼应 他的名字叫做张杰 是一位学者 同时也是财经观察人士 他的爸爸是中国的一位地质学家 张杰本人也在中科院工作过 所以对于联想过往的一些套路 他比较关注 张杰现在目测出了八七九七视频了 不但是分析了柳传志事件的来龙去脉 而且分享了他对那个年代 国有资产大流失来龙去脉 他的个人的看法分享了出来 所以非常的生猛 根据张杰的说法 那他就认为柳传志在联想改制前后 从来就是中科院的一名官员 具体来说是计算所所长 是厅局级的干部 所以他说柳传志作为官员 把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 而自己又和管理层拿那么多的股份 拿那么多的钱就是贪污 张杰的这个说法 那比司马南的说法还要直截了当一点 张杰还有一个说法 现在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愤怒 那他就透露在上一世纪 九十年代末 两千年代初的国有企业改制的浪潮中 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改制 当时不少的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 去到中关村讲课搞培训 主题就是说国有资产改制 其实是发财的机会 教一些国有企业 像柳传志这样的人如何去套国企的资产 去赚国企的钱 而且张杰还透露 这样的一些套路又是和美国人学的 具体来说他还点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基辛格的东方事务助理 在中国就开了一个孔明咨询公司 所以张杰这一波讲述下来 最简单的概括就是 理应外合 当时中共就导演了这么一波 国有资产的改制 讲了这么多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 现在司马南柳传志之间的纷争 究竟发展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尖锐的程度 所以海外的媒体 特别是一些中文媒体说 这两人斗争的背后 是有政治关联的 现在回头看 很多事情真的确实有这个联想 并不为过 关于联想的联想 我觉得有这么核心的几点可以分享 第一点 国有旗帜改革是不是一个大阴谋 是不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的民营企业之间的一次合谋 关于这一点 秦硕在病态之上还要写这么长的文章 他都感觉到害怕了 他就特别强调 中国先富更富人群的富有 并不是建立在对后富 未富者的剥削基础上的 秦硕还特别就强调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是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 大框架下发生的 是透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 来成就美好生活 可以看到秦硕在文章中 是严毙及中国共产党 非常类似财经杂志 严毙及刘鹤 但是在司马南和他的支持者 那里在张杰和他的支持者那里 这个可能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二点 司马南和柳传志的纷争 其实再一次引发关注的 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 有没有原罪 那么不管是柳传志还是司马南一方面 都不敢明着说 所以我们先按下不表 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 郎坚平顾书军应该是十几年前就已经争吵了一次 看样子是问题没有解决 眼下司马南又把这个事情拿出来作为一个痛点 又一次引发了可以说是满堂的喝彩 再提到秦硕的文章 他也强调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虽然有缺点偏差和错误 但是和私有制国家早期原始积累阶段 那一种贫富分化是根本不同的 秦硕就特别的强调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者 参与者 奋斗者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策法律框架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 自我完善开展经济行为的 秦硕为了反击包括司马南 包括张杰等等这样的人物 把文字已经写成这样的一个直白 很大程度上也能够看到中国的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内心的一种苍凉感和无助感 但是这样的一种示弱基本没有用处 张杰也好 司马南也好 在过往的这个十几天 二十天之内 各个社交平台 包括B站 微博 微信等等 司马南的粉丝就涨得差不多 一千万 张杰估计也可以等量奇观 所以这个民间的声音 真的是非常的响亮 第三点 我觉得还可以分享一点 就是体制内 现在关于司马南柳传志的纷争 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体制内 包括一些退休的人士 对于柳传志拿差不多接近一亿元人民币的退休工资 是大为恼火的 经济日报的一位退休老总 对柳传志这么高的退休工资 就是耿耿于怀 当然他并不是说和国有企业和央媒退休老总来比工资 那不可能同日而语 他是说他采访过很多企业的老总 但是像柳传志这么匪夷所思退休金的真的是绝无仅有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柳传志司马南的纷争 你要说一句话左 一句话极左就给他概括 就把他讲完了 那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我看了司马南一些视频节目 音频节目下面很多的评论 其实也很难说不少留言的人就是所谓的左派 或者是支持左派 但是他们对于司马南提到的关于柳传志 关于联想的一些问题看上去是很有共鸣的 最简单的算法 当年国有企业中小企业的改制 至少是六千万人下岗 很多是东北人 因为老工业基地在那里 三口之家就是一亿八千万人受影响 这帮人已经慢慢的老去了 又有了孙子辈子孙辈 所以这样的记忆他也会传递下去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南张杰 真的是较好生一片 现在能够看出来 司马南和柳传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纷争 或者说司马南讨伐柳传志 已经规模越来越大了 秦硕财经杂志加入了进来 未来胡舒立也保不准会加入进来 所以这个背后到底又隐含着什么呢 秦硕以病体孱弱的身躯 在病床上发出了呼吁 希望国家队能够介入 不要让社交媒体上的声音 来裁决民营企业的一个命运 但是现在就是国家队 包括经济日报 人民日报等等 没有非常明确的表态 相信这个也是让柳传志们 泰山会过往这样的企业界大佬 秦硕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们 感到非常困惑的 不少解读就认为司马南是得到了中共高层的一个受益 或者说他仇准了 秀到了中共高层 有这样的一个风向 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说 习近平中共的高层 一直想动一动眼下的民营企业界 这样的一个联想 或者说这个判断是有逻辑来支撑的 因为共同富裕 不管是对习近平来说 还是对中共来说 他们已经把它摆到了比较高的位置之上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中国体制内的专家 其实明示也好 暗示也罢 要推动中国的共同富裕 恐怕还是要从第一次分配入手 因为资本智力劳力 进入市场的机会本身都不平等的话 那就谈不上共同富裕了 但是习近平要动第一次分配 现在看上去是很难了 因为各路的资本 包括权贵资本早已经谈根错节了 那么退而求其次 习近平是想动一动第二次分配 政府在中间发挥一些作用 比如说房地产税 但是现在的情况又显示房地产税 步履维艰 韩正都冒着很大的风险 就规劝习近平在房地产税上 要三思而后行 普遍的解读 就是说中国的官员 拥有几十套房产 甚至上百套房产的恐怕 比比皆是 这一帮人在抵触房地产税 所以第二次分配也不好来动 那么第三次分配 用慈善之名 让企业家来做更多的捐助 那看上去就是唯一的选项了 所以明湖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 司马南、张杰 那边是柳传志、秦硕 他们争论的一个核心 最后就落在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到底有没有原罪 如果你有的话 在习近平的新时代 中国民营企业家很可能要被要求去赎罪 关于司马南、关于联想 先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有请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